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把它改成VB 我大概demo一下 基本上,概念就是我刚刚写的 其实程式并不复杂 大概就是一个for for i 等于这个2到9 for j 等于4到7 等于是两个回圈 两个回圈再加上什么呢? 其实这里的话呢,其实就加上k吧 k的话呢,看你要从哪个地方 那输出从哪个地方抓资料过来放 那其实我大概demo一下给大家看 这个把资料抓过来,然后清除 清除的话其实是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个range 等于空的,或点clearcontents 其实都可以 所以清除的话比较简单 资料可以把它搬过来 那首先的话呢 要怎么撰写这个VBA程式 其实你会发现 VBA跟那个内建的函数比起来 说真的啦 简单的事情哦 如果你用那个 esail里面内建函数 是大体上也可以深圳 可是如果说太复杂的事情 像资料浪很复杂 或跨工作表 跨工作部 就是跨档案 或者像网路爬虫这些东西啊 比较稍微复杂的资料处理的话 说真的哦 那个你用内建的函数 真的常常是利有未待 而且用内建的函数 变成说你还要穿插用人工 才有办法完成所有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用人工 你要用到人力的部分 是远远比VBA来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OK 而且内建函数 它没有办法跑回圈 所以呢 它变成说你只能就够RUN一个地方 那如果RUN下一个地方 啊 人再来一次 所以其实大部分还是在土法链钢 OK 那VBA当然相对就不是啦 那我们举这个简单例子就是说 越复杂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导致比较 越是适合VBA 那以这个地方来看 其实它也不复杂 只是简单的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以后记得 如果假如说你要把这边的范围 拉到这边来的话 首先第一个 一样开启Visual Basic OK 第二的话呢 要怎么写 那一样我前面讲过 你就是在 这个VBA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名称的话呢 那我们 就是 给它一个叫人事分栏跟清除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从 最基本来看 你就是打一个sub 人事分栏 就这样 Enter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 大体上有一些固定的规则 以后如果说你要把这边的范围 拉到这边来 那你就 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是 第几列到第几列 一般我的习惯是 用I来表示列 所以呢 第几列 第二列到第九列 Enter两下打一个nest 移到中间之后的话呢 再按一个tape 打一个for 追 追的话指的是哪一栏 第四栏到第七栏 那有点是固定的公式 这个范围里面呢 也 这个范围里面所有的儲存格 那就是叫sales的idea的追览 记得写在前面 为什么 因为后面的后面的这个公式 后面的程式呢 他会把得到的结果丢到这里面来 所以当然如果你这边 假设多一个空字串 他丢过来就全部清 所以其实写这样就清楚了 那我现在不是 要这个 丢空字串 而是说 我要丢这个里面的资料 那这个里面知道 如果假设说 我用这个储存格来表示的话 那这个储存格叫什么sales 瓜糊的话 第几列呢 第二列 逗点 第几篮呢 逼篮 OK 如果你现在这样执行的话 他变成说 他每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他变成每一个储存格里面呢 通通都放这个 就是把入职时间冒号这个 通通丢过来 OK 那不是啊 我们现在是希望说 如果当我现在 先抓这个之后的话 那下一个变成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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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下加1就对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只要把这个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写过 还蛮多k k k其实还蛮好用的 如果以后呢 你要的 这个一个变数 那他一定会改变嘛 他 会是需要加1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边先改成k 第二步的话呢 直接在那个回圈上面打个k 的预设值等于2 因为从第二列开始 再来呢 请你在底下这边 把它改成什么 k等于k加1 这样就OK了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抓资料从第二列开始 所以这个是从哪一列开始 所以这边就直接把这个第几列放到这里来 那只要跑一次 我就把它加1之后 存回去 所以 当我 执行完这一行之后 下一行之 下一行的意思是说 把 2加了1之后 存到k里面去 盖过去 所以原来的2就变成什么 变成3 OK 所以呢 这边 再来抓下一个 放在下一个储存 所以哦 如果我执行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的结果呢 当然 最好是这边自动 自动把栏宽拉宽 我们之前也把它选起来 类似像这样子 当然如果你要让它 这一行 就是说呢 让它自动 拉宽的话 你会发现 资料全部过来了 所以 如果假如 用VBA来完成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 最后面写一行 叫column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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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斧 然后 双引号 哪一栏 D栏 到G栏 后面加一个 方法叫 autofit FIT autofit 就可以了 自动调整栏宽 就是autofit OK 那移开的话 你会发现手势会变大写 这样的话呢 把它再执行一遍 OK 有没有要放里面就可以 它会执行完之后 自动帮我栏宽拉宽 但是呢 这样子 目前 只完成到 我们刚刚 Essale里面的那个 Index 而已 可是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你懂得用VBA来写的话 相较之下 并不一定比那个前面用Index来的复杂 OK 你会发现Index里面 其实 还必须用什么 Column跟Row 再把公式放进来 其实说真的比起来的话 不见得会比较复杂 再来的话呢 如果要切割前面的东西 其实可以 仿照刚刚的概念 什么概念 把这边的资料 切割之后再放过来 那切割的话 一样 你外面可以包一个MID 刮斧 MID 一样是把 这个里面的资料 要切割什么 斗点 第几个字 当然呢 我们这边 前面是直接什么 用LEN 那这里其实概念一样 你可以用LEN 刮斧 去指向 你要算哪一个儲存格 有几个字 那通常这个地方 D1列不会变 可是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蓝会变 所以呢 你这边可以 打一个 哪一个儲存格 Sales 哪一个 D 不过 特别注意 DEFG 在那个VBA里面 刚好就用J来表示 而且是数字 是用4567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J 来表示 就是第四栏的哪一列呢 因为固定是1 那前面我们是加一个钱的符号1 可是这里不用钱的 直接输入1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那 道理是一样 就帮我抓 每一 反正每一次变呢 他就抓这个上面 的字数 有几个字 然后记得后面加2 OK 其实道理跟刚刚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说呢 那我们把这边的叙述 有没有 本来是锁第一列的 把它改一下 改成写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转换的重点 也就以后呢 如果你假设你会写Sales里面的公式 其实就可以 懂得怎么样把它转成VBA 如果两边可以互转的话 当然你将来 就可以视情况决定说 你要用哪一种方式来完成你的工作 比较有效率 那最后面的逗点 第三个参数 因为其实这个参数 跟那个也是有一样 一样是三个 第三个是 那有几个字啊 那一样我们输入99 为什么就跟刚刚一样嘛 后面全要了 后瓜糊 好 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呢 这边出现错误 哪边有错误 看一下 哦 这个 哦 应该是什么呢 LEN后面的后瓜糊 忘了加 好 这边少一个后瓜糊 LEN嘛 然后把我要给它去计算的那个储存格放进来 算完之后 再加两个字 OK 少了一个后瓜糊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那如果 没有问题移开看看有没有错误 OK 就没有错误了 所以哦 在写程式的时候 假如说你这些细节都注意到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 资新程式应该 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当然刚开始也许没有办法 不过你可以 拿我云端上的程式来参考一下 我们资新给各位看一下 资新 OK 他怎么切前一个字而已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 追 从LEN加两个字 后面的字全要 放过来 换下一个 那变成说他只有抓一个字 所以哦 如果假设你出现错误哦 不知道错在哪里 还有一个方法 我的习惯是 那错应该是错在这里 所以我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让他程式停在这里 执行一下 然后呢 我们理论上 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会 当然你会发现这个 路子这个OK 这一 选这一段 他得到应该路子时间 LEN 追 那应该得到 因为这个地方 Sales是先列再燃 那我刚好颠倒了 把1放到后面去了 变成先燃在里 所以错了 这个的话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 两个 把它颠倒一下 因为如果假设你将来出错 没关系 你可以把这个选起来 比如我想知道这个的结果 他会跟你讲哦 这个时候里面就变4了 刚刚里面是0 所以我就知道哦 这个地方出错了 好那出错之后的话呢 我 假如要确定的话 我可以再按 这个F8 下一行看看 诶 这个时候输出 这个的结果就对了 所以理论上应该呢 后面跑完也会是正确的 那如果说呢 假如说我确定OK了 没有问题了 那怎么样 再让他全部跑完呢 很简单 就直接全部执行 不过如果你全部执行 按下去 他变成这个地方有个中断 他要停住了怎么办 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点拿掉 让他全部跑完 OK 这样就完成了 OK 能四分栏大功告成 OK 清除的话呢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再写个清除啦 所以清除的话 你可以写一个sub 然后后面的话就打一个清除 清除比较简单 我前面有教过各位就说 你用这个所谓的那个range的方式来做 sub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什么 用range 所以range 然后刮弧 我们范围从D2到什么呢 D2到G的第9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输入 跟他讲开头是D2到G的第9 然后里面的话呢 那两种叙述的话 等于空的这样可以 或者是什么 点clear contents也可以 clear contents 那至于呢 两者有什么差别 我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差别 那效率呢 好像你差不了多少 OK 所以其实看哪一个你比较好记 你就记哪一个就OK了 清除我们就把它清掉 这样就大功告成 所以重点回顾一下 1 for I for J 2把资料带过来 加一个K 第三个的话MID 加LEN 最难的应该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后面是加一个AutoFeed 自动调栏宽 那在clear contents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相关的那个程式 其实云端上也有啦 所以如果你怕写不出来 或写错的话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 应该是第几页 第2页的地方 这边都有 那而且我有它两个方法 方法1方法2 试试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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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